六小灵童 西游记孙悟空影视形象最经典的扮演者 这位著名老艺术家对演孙悟空一向极其苛刻 就算是喜剧巨星周星驰 他也一向不放在眼里 而美猴王三个字 在六小灵童心目中 绝对可以用神圣二字来形容 除了自己舍不得用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唯独对于华晨宇 这位老前辈另眼相看 在王牌对王牌第四季节目中 六小灵童在和华晨宇同台表演之后 竟然感慨 后生可畏 我称他是音乐界的美猴王 如今 在最近一期王牌对王牌中 华晨宇再次以美猴王造型亮相 唱着齐天大圣惊艳登场 让我们一起来先回顾一下三年前的经典场面 再欣赏致敬国曼百年 王牌对王牌华晨宇的经典美猴王造型吧 华晨宇金曲三连 唱的六小灵童现场直竖拇指 在王牌对王牌与六小灵童同台时 华晨宇一连演唱了三首歌曲 分别是自己的齐天和齐天大圣 以及老板西游记歌曲感问路在何方 齐天基本由华晨宇独唱 演唱齐天大圣之前 六小灵童老师耍着棍子登场 满满的回忆迎来掌声一片 当时以60岁的老人家 伸手之灵活让人佩服 配合表演完第二首歌曲之后 两人一起合唱感问路在何方 乐声响起多少人的童年 随着师徒四人的老画面 似以历历在目 来来来 一番番春秋冬夏 一场场酸甜苦辣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歌声响起 岁月流逝 多少春秋冬夏 已成过眼云烟消逝 表演过程中 六小灵童老师当场对着华晨宇 竖起了大拇指 对晚辈才华的欣赏之情表露无遗 演唱完毕之后 六小灵童表示 他不光能演唱 而且能配曲 这点很不容易 我称他是音乐界美猴王 能够得到前辈如此褒奖 华晨宇害羞的赶紧低下了头 一旁观赏的唐国强老师也笑容满面 大概连他也没想到 一向桀骜 谁也不服的六小灵童老师 今天竟然变得这么爱夸人 看得出来 那时的华晨宇 虽然有意装扮演美猴王 但偶像包袱还是比较重的 只是在服装和饰品上做了些装点 就连两根标致美猴王的长灵 也只是背在身后而已 客观来讲 多少有点怪怪的样子 时隔三年之后 华晨宇再次以美猴王造型归来 还是那首熟悉的齐天大圣旋律 但气质已大不相同 致敬国曼百年 唱着齐天大圣伴大圣归来 这一期王牌对王牌致敬国曼百年 大家扮演了许多经典角色 比如沈腾版的懒羊羊 羊笛版的光头墙等等 也让大家了解到了许多 关于国曼百年发展的知识 知道了乌鸦为什么是黑的 比小蝌蚪找妈妈还要久远 请不吝点赞 许多经典栏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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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